其實主要就是再把第幾欄改變更 然後加上一個關鍵字 所以其實也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那當然你不一定只是針對題名 其實其他欄也都一樣 所以你只要改 比如你要改作者好了 一樣把這個數字改成3 然後後面的關鍵字呢 就是說請輸入作者關鍵字 詞這樣子也可以找到那個人 所以其實每一欄都可以做同樣的方式查詢 那如果說呢我想要做一個變化題 比如說當然我其中的那個報告 我希望說你們把這個資料 就是把那個圖書資料換成別的資料 那哪些可以找到 其實網路上其實還蠻多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關鍵是你打那個開放資料 其實就一堆了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就會有幾萬種資料可以讓你找 那其中我的習慣是找那個熱門的 因為熱門的話應該是相對比較多人用 問題也比較少 那其中的話呢 比如說你可以拿什麼 像台南景點 我看台南景點好像就蠻多可以用的 那裡面的話記得下載是CSV 你就可以把這個CSV的檔案先下載下來 然後把它打開 但是打開的話可能有一種情況喔 就是說你打開如果是亂碼的話 那建議喔你可以再把它改成那個就是編碼方式喔 如果假設大部分狀況是OK的 可是如果假設喔 你打開之後呢發現那個亂碼的話 那記得好像我記得在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按右鍵用記事本開啟 如果是亂碼的話喔 那記得喔你可以把它另存新檔 那比較關鍵的地方喔 就是這個編碼方式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亂碼喔 UTF8理論上亂碼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學校喔 用的Excel是最新的版本 那最新版本 他遇到UTF8會自動幫你轉碼 可是如果你家裡電腦 假如不是用最新的Excel的話 那應該會是亂碼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回去喔 結果一打開糟糕 全部亂碼就沒辦法做了 後續動作了 所以記得喔 如果是亂碼的話 記得你用記事本開之後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 改成ANSI這個編碼方式 再存檔就可以了 按4把它蓋過去 但是它會跳一個警告 因為UNICORE有些字 在ANSI裡面沒有 那沒有沒關係 按確定就可以 那再來你再把它打開 在Excel裡面就不會是亂碼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就是說呢 打開之後 我建議你可以把上面藍位名稱 改成中文的 因為它這個好像預設是給英文的 還有就是說有些籃像這個 傳真沒有把它刪掉 這個不需要 還有經緯度這個藍位也不需要 你可以把不需要的藍位先刪掉 最後的話呢 可以稍微把它排 就是把它稍微調一下 像那個 它的那個排 就是它的 比如說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像這個簡介 基本上它有個缺點 基本上它有個缺點 就是它製很多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的對齊方式 改成 對齊 上然後呢 左邊 另外的話呢 把這一整個 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 讓它 可以讓它拉寬一點點 接下來就說 可以讓它自動 自動換列 前面好像講過 對齊方式這邊 自動換列 可以把它打勾 最後的話你可以用一個功能 全選之後 這邊有個格式 你可以讓它自動調整列高 它就會幫你調整到OK的狀態 其他的話呢 再來你會針對什麼 針對每一個藍位去做簡單的查詢 其實這裡面還蠻多 我發現這個 這個什麼 台南的景點 光這邊它就放了一大堆的 這個相關資料可以用 好像幾百個景點 所以如果你 這些景點每個都 塞出你要的 其實蠻多地方可以跑 這個資料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個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我們 就是再取 另外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 比較 容易理解 所以待會的話你們如果要拿這個範例的話 請各位到雲端上面 找一個就是我有把那個 成語的這個資料 放在 我們雲端上面這邊有個成語 你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直接按下載 檔案裡面有下載把它下載成Excel 那我主要是希望 可以拿這個練習 來做 就是查詢的功能 其實這個還蠻好用的 首先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用 前面講過的功能 前面講過的功能 比如說呢 我希望 找出什麼 找出那個成語裡面 像什麼 你可以是數字的 或者是四季的 春夏秋冬 或者是 十二生肖的 有沒有 那假如 我希望找到那個什麼 比如說 春 跟 季節有關的 那大概以前你就是按照你的記憶 去 想 可是有的時候 一定會遺漏的 那假如說你剛好 你有個成語詞典 那裡面 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得到 蠻完整的吧 像我這個成語 裡面Solo的總共有幾個 好像1000多個 1185個 當然我好像印象中 網路上有一萬 好像有一萬多個的 所以如果你越完整 將來 可以查到的成語 當然也就越多了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到底四季裡面 成語的數量哪一個比較多 春比較多嗎 有沒有 一夜之秋 春 有沒有 春夏秋都哪一個最多 也就 中國人哪一種成語是最 四季哪一個最多 也不知道 你可以從這邊查一下 或者12生肖哪一個最多 有沒有 到底成語裡面 最喜歡用哪一種動物 OK 還有什麼 還有數字 1到10 哪一個最多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 你可以這樣按一下 這邊可以請輸入成語關鍵字 那比如說呢我就查一下有沒有 跟春有關的 按確定 有沒有 什麼什麼春 或春什麼什麼 有沒有 什麼 你看 這麼多 二四六個 什麼 一場春夢 這個是成語嗎 這也是一個成語 這個 廟首回春 雨後春筍 雨後春筍這也是成語 春花秋月 OK 所以總共有六個 那你可以再怎麼 查夏 有沒有夏 什麼什麼夏嗎 夏好像沒有 為什麼成語裡面居然沒有夏天的夏 那有沒有秋 有沒有秋 246跟春一樣 一日 三秋 千秋萬歲 有沒有冬 冬好像幾乎 印象中是沒有 有嗎 冬 沒有 為什麼很奇怪 為什麼 春 只有春跟秋 沒有那個夏跟冬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查詢 恢復好了 讓它恢復 那其實 就可以利用我之前講的那個方法 所以其實成語的查詢很簡單 第一個一樣插入模組 然後呢 篩選成語裡面呢 就是拿剛剛 篩選 那個什麼呢 提名裡面的那兩行程式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你會把X等於InputBot 先輸入成語關鍵字 然後差別只有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 就是Range A1 因為它只有C Ctrl向下 到1186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範圍先圈起來之後 然後後面的話針對它要查的是第一欄 給一個關鍵字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做出成語查詢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如果我不要用 像剛剛這樣的方法 我希望 你幫我顯示說 這個成語在哪裡的話 另外我們可以做一個格式化成語 比如說我想格式化數字 1 幫我把有1 這個關鍵字 的成語 幫我把它 底色 換成 這個黃色的話 那按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是 不過前面應該都是 你會發現1 1的這麼多 OK 那如果他想要清除一下 如果他2的話 2應該比較少 2的話 OK 2個 還有3個 OK 還有千 還有百 OK 利用這樣的方法 當然可以清除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這個 前面所 交的東西 那請各位就是說 後面的話 有一個 其中報告 請各位呢 去 找找看 我剛剛 舉個例子 你可以從哪裡呢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找找看 所以你打開放資料裡面 那我的習慣是找那個熱門的 像剛剛的台南景點 只是說特別注意喔 你下載的東西 可能會有亂碼 如果我們這邊電腦應該OK 但是如果你 用的Excel版本不是最新的 那可能會有亂碼的問題 其他像什麼 流感 像剛剛有同學 還有針對那個人口 像營收 這些比較是商業的 OK 當然你也可以找 其他的資料 不一定是開放資料 如果你想要找 其他的茶圓 比如你想要對 唐詩 300手 做茶圓系統 比如說最好是把人民 把那個詩 甚至裡面可以 裡面有哪些 這個意境 你也可以把它 獨立出一個欄位 可以把它 找出來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另外的話 那個乘語 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這裡 所以 你可以打開之後 利用這邊有個檔案下載就可以了 然後試試看 如果說我要做 四個按鈕 這四個按鈕的話 就是一個是什麼 篩選 一個是復原 篩選的話 關鍵是打上去 那格式化的話 就是說 把它底色變成黃色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大家好 好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